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吃完兩隻小野才能夠上四等 那你吃大野的速度就會比較快一點 如果你玩的是比如說田忍這種 或是冰精靈 最近冰精靈很多啊 你玩了這種四等就可以進化的角色 我建議是先吃兩隻小的 那這一場我選擇忍蛙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忍蛙 而且我覺得忍蛙在這個版本算是蠻強勢的 點是因為忍蛙的發育速度非常快 這個版本的野怪非常多 那特別是在8分鐘的那一波野怪 你用衝浪真的是隨便刷一下 就全部都吃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Gank 一技能丟歪了 不過沒關係先抓一隻呆呆獸陪葬 那對方的打野是靠過來 我先回到我們家塔內吃一下果實 那看到了對方的打野暈了暈了 我直接黏上來 然後在普攻最後一下 戴掉 那由於我身上戴的是啞鈴 所以我趕快找到機會就來投球 那這邊的話剪一下投一下 目前疊兩層 可以看到我的等級已經來到了6等 這一波如果吃完的話 說不定順利可以來到7等 那在前期就是非常強勢了 而這個時候我看到他們的打野 居然還敢靠過來 沒關係 我先用衝浪刷掉他們旁邊這隻兔子 然後再衝到後面吃他們果實 這邊再一下衝浪刷掉了對方的打野 這時候路卡溜過來了 我先用衝浪拉拉掉 那我就在旁邊按普攻就好 而且我還有力量強化 那這邊普攻也帶掉了 身上20幾顆球直接灌了 那剩下一隻呆呆獸就交給隊友處理了 那通常我們打野的是不太會呆那麼久 然後我這邊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打野的時間允許之下 那基本上你是可以再吃到一隻小野怪 跟一個buff 那我當然會選擇吃紅buff 好現在的8分鐘 這一波野怪相當的重要 那可以看我們用衝浪呢 就直接吃乾麻鏡 直接來到9等 那麼上路的話 我們來探訪一下 看一下在這裡蹲草 一個隱身先往前 然後看到九尾走了出來 那利亞路沙把他推回去 我們先收後面這個九尾 然後這個魔牆任務 還想要吃果實再一次的收掉 那這邊已經跌到了大概4成了 OK那上塔基本上 我是希望下路的朋友 可以一起上來 把球帶上來 然後把上塔給投掉 因為我第一波Gank可能是Gank 所以我大部分球都在下路 那這樣的話我其實沒有那麼多球 可以帶到上路來 好我這邊準備要丟大招了 抓到一個moment 直接砸下去 剩下一個九尾 拜拜 成功了全部都收乾淨 好那接下來上塔爆了 那我們就等待這個7分鐘的時候 先吃這個雷柱 那相信現在應該不會有人 不知道雷柱的重要性了吧 那我這邊再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在7分20秒之前 把上塔弄爆的話 剛剛那一波呢 七七七鳥是不會出生的 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如果厲害的人 還是控制一下時間 這樣的話你們的經驗 可以拿的比較多 先呢在七七七鳥出來之後 再投爆 那當然呢這個是比較難一點的啦 能投爆就投爆啦 好那雷柱呢 因為他本身是蠻強的 已經有這控場技能 所以呢我想說 可以搭配隊友一起來打這一波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剛剛大招已經先繳掉 然後對方路卡利又發威了 那這一波的話 我們隊友已經死了一個 逃了一個 剩下的人沒救了 沒救了 這邊協助隊友逃跑 好跑不掉我自己先拉掉啦 那魔強人偶呢還是很強勢的 因為他雖然恢復量是降低的 但是呢畢竟他的坦度 還有他的減傷效果都還在 那也是蠻強的 好那中間的七七七鳥呢 大概會在你吃完之後的 一分半內再一次出現 那基本上野怪啊 我們是沒有那麼多時間一直吃啊 那有這個大野的話呢 我就會來吃紅buff 因為畢竟我們是射手嘛 好這邊隱身往前 要注意的是九尾的控場技能 他剛剛兩招都繳掉了沒問題 這邊大招我們硬扛吃下去 no problem 大丈夫 那順著隊友呢一起呢收掉 那接下來我想說啊 那直接攻他的上路好了 因為現在這十點是五分鐘嘛 他五分多鐘 所以他們還沒有跳板 那對方的魔強人偶呢開了大招 我在旁邊持續普攻 那這一邊的話兩個隊友感覺快葛屁了 而這個魔強人偶一直站在塔內啊 我實在是打不了 因為他只要用技能就會有減傷10% 那我這邊呢是打不進去 就直接放生隊友啦 逃跑不要野能跑掉才是重點 我就直接跑了 那下路的三神柱呢其實 你可以看喔 現在這個時間點啊 我們等等要打雷柱嘛 那你如果現在吃完這個鋼柱的話 那等等你們打團戰的時候是會有buff 所以這個也不是說一定不能吃 只是呢我覺得吃了十幾點吧 比如說你看現在吃完了 那我們的攻擊力是提高的 然後呢這個buff大概會持續一分鐘 所以我這邊等等呢 再上去打這個雷柱的時候 那對方呢跟我們打架呢 整體而言呢我們的傷害是會比較高的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策略性的去吃 但是不是第一個應該說不是首要要吃的 如果這兩隻同時出現 我們當然是選擇吃上路 那這一場呢會跟大家分享啊 在這個版本啊裂空座並不是那麼重要的原因啊 那你可以看喔 現在呢我們第二個雷柱已經吃掉了 那我決定呢要把他的上塔給拆掉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我們大招繳的時間點 我是希望能夠在逼近塔的時候再繳大招 因為呢我剛剛上一波啊沒有在有大招的情況下去推塔 所以根本就推不進去 所以我這邊有大招之後直接砸下來衝浪帶掉 那這邊近距離普攻再帶掉第二隻 那電柱呢順利的進來了 隨便電柱雷柱喜歡就好 那來喔我們現在上塔已經推掉了 比方說他們現在上路是放空城 那你可以想啊 等等在要打裂空座的時候 假設我們全部人全部人都去推他們的主堡 都投他們的主堡 那麼他們基本上是很難啊很難翻盤的 就算吃到裂空座 所以我的想法是呢等等呢 我是希望裂空座出來的時候大家可以集結一波 那當然這是要考驗默契啊 直接攻他們主堡 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等級什麼啦 都比對方還要來的更高啊 好那我這邊要再講一下 裂空座呢這個 這一隻寶可夢吃掉之後呢 你們呢會得到一個護盾 這護盾是不會消失的 那護盾不消失的情況下 你投球就會加速 原本的50顆頭5秒之後會變成2.5秒 然後再來呢就是如果你身上沒球的話 你會瞬間多30顆球 但是呢如果你身上50顆球的話 那這個球是不會溢出的 所以不會像以前的閃電鳥一樣 就是你有一堆溢出的球可以解 沒有no no 好那這邊看到對方的居射注銷 我再隱身然後再加力量強化 衝浪衝上去沒問題 那我這邊跟大家講 隱身的時候呢是會增加攻擊力的 隱身這個技能是可以增加你的攻擊力 所以呢如果你要丟大招的話 或是你要進場 手速夠快一點 隱身再加上力量強化全開 然後大招砸下去 基本上衝浪一定是可以衝死一個後排 好那第三隻這個電柱出來了 那我要注意的是對方的路卡利歐 因為呢他算是刺客 等一下會揍我 那我這邊稍微繞一下 那他果然過來找我 這邊古棒呢打到我 但是他沒重置 大招攪起來 我直接不給他機會 但很可惜這個電柱呢 被對方給吃掉了 那但不過沒關係 我們在這邊呢用著等級優勢 直接虐爆對手 來再來呢 現在注意時間2分20秒了 那你可以看呢 我是一邊摳集合 一邊往對方的防禦塔這邊靠 那我身上是有鋼柱的BUFF的 那我本來是想說 要在這裡大家集體蹲點 蹲在這裡 然後我想要到更遠的草叢 蹲結果 哇好死不死 吸盤木我靠了過來 我力量強化開起來 直接迅速收掉 那裂空座這時候出來了 對方很有可能 有人在蹲守裂空座 一定不會全部人都在家裡 那路卡利歐大招呢 因為剛剛啊 他是瞬間死去 所以大招還在 那這邊瞬間在收掉 九尾跟路卡利歐三個人都死掉 那你可以想 他們剩下兩隻在拿了 沒錯 就在吃裂空座 那我們這邊再把地上的球 減一減 沒問題 你可以看 對方的人衝出來也來不及啊 於事無補啊 那我們這邊順利的呢 是一波 這個溫泉沙 好不好 那這一場呢 打到這邊呢 我們基本上是 不太可能會輸的啦 因為你可以看 他們三個人死掉 兩個人就算去投好了 了不起就200分而已 但是呢 我們五個人啊 一起投對方主堡 那就是不一樣啦 好啦 那這一場呢 就是給大家示範一下 其實在這個版本 我覺得裂空座真的還好 最主要就是 墊柱 然後跟上路 前期打得通的話 那麼後期呢 直接五後顧之優啦 OK 那今天這一部影片到此結束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一下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